夜晚的时刻 有点孤单 不怕 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 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 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 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 平安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今天 即将和你分享的节目内容是 旧约圣经故事 之前听到先知以利亚奉上帝的差遣 向国王雅哈传话 除非以利亚祷告 否则天将闭塞不下雨 后来以色列经历了整整三年多 没有下任何的雨 发生了大旱灾 后来以利亚又奉上帝的差遣 在加密山上与450个巴黎先知对决 让国王和百姓知道唯独 我所知道的最华美的宫殿了 你知道这全是为你造的 我当然喜爱这宫殿 它实在华丽 雅哈 你对我那么好 我所要的全给了我 甚至放弃了你的上帝来拜我的巴黎神 从这里望过去 景致真不错 不过有一点 文师 是 陛下 当初是谁买下这工地 这御花园是谁设计的 是我 我协助的 陛下 我身为宫廷文师 真希望把菜园设在那边就好了 哪一块地方啊 陛下 就是葡萄园那里 那边做菜园最理想 你知道我最爱在菜园里消磨时间了 要想个办法 拔掉葡萄树变成我的菜园 报告陛下 那片地不属于宫廷的 设法买下来啊 我们试过 但地主坚持不肯卖 地主是谁 一个名叫拿伯的耶稣列人 陛下 我要想个办法 平安 陛下 欢迎到我的葡萄园 你是拿伯 小人正是 葡萄园是你的 是 陛下 是先人留下的祖传家业 我愿意出任何高价收买它 好吗 报告陛下 按我们律法 祖传产业不可卖 你用不着卖 我用更大更好的葡萄园 跟你交换 行吗 真抱歉 陛下 我不能这样做 你说交换也不行 不行 陛下 祖传地不可变动 这是我们几百年的法律 陛下 你全知道的 对不起 我的菜园能在这里多好 闻事 我心里很不舒服 扶我回宫去吧 陛下 这样躺着 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好不了多少 那我去叫宫廷大夫 来给您来看一下好吗 不必了 我叫玉厨大师傅 送起酒来好吗 也许那会有帮助的 不用了 那你想不想吃些什么呢 我什么也不要吃 你出去别管我 你怎么了 文士说你病了 也不吃东西 到底是什么毛病 胃不舒服 究竟怎么了 我就是生气 因为我得不到那块地做我的菜园 你可以买啊 对不对 我问了拿伯 他不肯卖 我愿意出钱 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葡萄园跟他换 他都坚持不肯 说什么 祖产不可卖 不可变动 你不是以色列的君王吗 何必做出这副样子 你现在只管起来吃饭 我一定会把耶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你能吗 我担保 能 你只管放心 不必过问我用什么方法 拿伯竟然搬出立位律法来 说祖产不可卖 拒绝王的要求 我也要用这立位律法 叫他死 文士 小人在此 我要你用国王的名义 写信给拿伯与城里的长老跟显贵 并加盖王印 信上写 你们宣告近时一天 召集民众聚在一起 然后请拿伯做上尉 派两个流氓坐他对面 控告说 你毁谤上帝和王了 随后把他拉出去 用石头打死 可能会牵连到他全家呢 我知道 这样才不会有人继承葡萄园 我们的陛下就可得到了 虽然 耶稣列的长老跟显贵 明知那是个杀人的阴谋 但没有人敢反对恶后也许别 只得奉命去做 报告皇后 有人要单独和你说话 你带我去见他 众长老 众长老差我来报告 拿伯已被石头打死了 我的夫君 你快去得耶稣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吧 他再不会拒绝你 因为他已经死了 叶喜别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我真是佩服 我照你的话做 马上去站着葡萄园 有一天他会变成我的菜园 上帝拆先知以利亚 去拿伯葡萄园 传信息给亚哈 王啊 耶和华说 你杀了人 又得了他的产业吗 耶和华说 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 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 你亚哈的血 我的仇敌 你找到了我 我找到你了 因你出卖了自己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至于你欺耶喜别 上帝说 狗必在耶稣列外城 吃他的肉 亚哈王听见了上帝 借以利亚传给他的咒诅之后 就回到他撒玛利亚的皇宫 可是没有他所期望的那么快乐 他知道 因为耶利亚是代替上帝说话 他的话绝不会落空 我听见脚步声 就知道是我的夫君回来了 我知道陛下今天回家 心情很愉快 因为你的心愿已经达成了 对吗 亚哈 怎么不说话呢 你看我 唉 耶喜别 我巴不得原来我没有想要那座菜园 该多好 啊 你在耶稣列遭遇了什么事 怎么会变成这一样子 我巴不得不告诉你才好 我们得承认 我们做错了 耶稣别 我们惹动了上帝的怒气 显知 以利亚找到了我 我恨那个人 他说什么 他说 狗群在什么地方舔拿拨的血 有一天 也会在同一个地方舔我的血 他还说 他还说了什么 他还说 在耶稣列的城墙边 狗要吃你的尸体 拿拨有一个葡萄园 刚好在以色列国王亚哈住的宫殿的隔壁 亚哈王呢 寄于拿拨的葡萄园 就托人去跟拿拨交社 想要买他的土地 没想到拿拨说 这是祖先留下来的产业 按照律法是不能卖的 其实亚哈王呢 他也知道这样子的律法 亚哈王听了心里很生气 不吃不喝 王后也许别知道后 就替他想了一个诡计 他设计误告拿拨 说他咒诅上帝和国王 于是拿拨被判了死刑 被推到城门外 用石头打死 亚哈好像就顺理成章地 夺得了拿拨的葡萄园 或许有人觉得 拿拨的脑筋转不过来 即便是律法书上的规定 谁知道呢 就卖了吧 但是拿拨却没有跟恶势力妥协 以至于到今天 带快递还是被称为 耶稣列人的葡萄园 耶稣列人的土地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面临一些恶劣的环境时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坚持 对的信念呢 当你所坚持的真理 跟这个世界好像 有所抵触 或是别人不认同的时候 甚至别人想要诋毁你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 勇敢地来面对 勇敢地坚持呢 那我们刚才听到 王后耶喜别呢 设诡计啊 杀害拿拨 但耶和华上帝的眼目 是辩查全地的 谁能躲过神的面呢 于是上帝差遣了 伊利亚先知去谴责雅哈 后来雅哈的命运会如何呢 希望你下次继续收听 天使夜未眠 旧约圣经故事 上帝赐福你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拜拜 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 求你接近我 使我必须更白 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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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早情结的心 使我用争执定力 使我的旧轮之类 我愿天天穿扬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